护理師在病房內挪出空間 要讓確診的一家三口進駐 共擺放兩張大床與兒童病床 因為其中一位是六個多月大的寶寶 我很擔心我們現在這個大人的床位 尤其他的欄杆中間有比較大的縫隙 所以我那時候趕快就是看看哪一層樓 有這個床位 我也怕他因為床欄會相對比較硬 所以我想說好 就用棉被 手手腳腳在動的時候 他跳出去至少有一個防護 護理師月起的孩子剛滿一歲 更能夠感同身受 出了兒童病床 為了讓寶寶在陌生的環境裡 能夠有安全感 上網列印各種可愛的圖片貼在床邊 我怕寶寶會害怕 給他一點點可愛的東西 也給他一點刺激 我就用現有我們可以準備的東西 趕快立即的給寶寶 自己當媽媽之後 其實也是會很心疼 多一點點付出一點愛 多用一點心付出一點關懷 原本冰冷的病房 也充滿著愛的溫暖 大家新闻 台北新年報導 新年報導 新年夏天天的發展